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怀乡那边的事情都处理好了吗 没有 那你怎么过来得这么快啊 你说呢 有必要提醒你一句 找到薛怀远之后 你的情绪有些满了 稍一稍 对你没坏处 好 我要走了 就没什么话想对我说 明日出城 定要小心 还是那句话 稳住了 姜儿娘子 我说 很长时间 没有人敲这面登文谷了 上次的古想还是十几年前 你说的是哪一次啊 萧将军死的那次呀 长安门 登高台 登文谷 怀乡县令 薛怀远 为官已来 爱民如子 散尽家财 却遭奸人陷害 捏造罪名 下狱待斩 我江黎 虽为一女子 却不仁见忠臣蒙冤 好官受死 今日 城门祭谷 为薛怀远 深渊 深渊 登上 声音乐 露奸人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一口气 模糊了前路 月光知道 我所有的几途 不过是在你心口 写一页书 满天的雪 经过耕固 谁能逃脱 岁月的领悟 落花掩盖了 我所有的愤怒 既然我成不出心证 那我换一个请求 陛下 臣女长途跋涉 请罪 何为定罪 众所周知 怀乡县令薛怀远 贪污赈灾银两 证据确凿 是朝廷的助宠 而陛下崇尚清廉 一个小小的怀乡县令 竟敢如此胆大包天 判其下狱斩首 何以平民分 臣女认为 应当判其 千刀万寡之刑 实际不是说翻案的啊 这是拿不出心证 只能提前认输了 怀乡县令薛怀远 官职虽小 却也是我大印一方的 堂堂父母官 他在怀乡围官十年 唯独去年被查出贪末 罪证不过五千两 十年 五千两 这个数不对吧 有何不对 这十年间 他是一个两袖清风的清官 还是说 他贪得一丝痕迹都不漏 还是他勾结歹人 私运脏银 最后剩下的五千两 不过是个零头 那更多的脏款去了何处